为了要行销六港 六港订工所推出很多文聪商品 头一部的商品是 超微型积木、环保杯套以及硅凿土杯垫 都有六港的玩手 让UK来六港设计之后 还可以买回家做的录像的企量品 六港文部比较到民宿文部关的超微型积木 还有因六港模一回落 做现的环保杯套顶顶 都是六港订工所最近推出 全小六港的文聪商品 六港订工所头一回推出文聪商品 尚起人注意的就是超微型积木 整米还可以DIY自己打手做 都做民宿文部关和文部门两种 而且所有两件都全部都是由台湾制作的 我们工所最近开发了一些文创商品 可以说这文创商品里面有我们的文武庙的建筑物 还有民宿文部关的一些建筑物 还有一个饮料杯的提袋 可以说在文创商品是我们工作一些巧思 大家共同改革的一些思议 大家创造出来的文创商品 可以说我们这个观工客来到六港 能够带一个纪念 也可以留下一个回忆 可以带到家里面 可以代表我们六港生的一些东西 第五标识 当时会文创商品已经在六港文部表 南区有客中心建筑来买 希望可以继续推出更多有六港的一些文创商品 后观工客可以将文创商品炸当出 新中华新闻错两千六港 彩虹破灯 中华新闻